好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继续进展到这样子的数值 这样子的数值其实是不好看的 为什么呢 资料的易读性我们会三位易品 三位易品应该知道第三位 例如说这边五的前面应该要有一个逗号 这个逗号前面就是千 再来第六位的前面那个就是百万 好 那个三位易品对于这边来说是很重要的 是增加数值的易读性 那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选到这七格 就是这些资料 其他资料不用选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因为要去把资料的格式呈现 这些数值格式改成 比如说三位易品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点选格式功能表 格式功能表这边有一个叫做数值格式 数值格式哦 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这几种全部都是数值 可是呢我会比较倾向希望你们不要用这一个 这都是要预设好的 举例来说好了这边数值哦 他就是小数位移位 可是应该知道嘛台币我们不可能再算到几毛 对不对我们最少最少就是像国科会报那个计算 就算好像有五毛的邮票 但是我想应该都是以计算到新台币那个原为单位 已经不会计算到毛这个单位了 OK谢谢你的回应 那这个时候呢我会希望你们你设定他 他就直接直接套用了 那可是我不要这个两码 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去减少小数位数 对不对减少减少 可是我不希望你这样使用 因为你这样使用只是片面的了解 还不如说全部都交给你 好那怎么做呢 格式底下有一个叫做储存格 格式功能表底下的储存格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数字 针对这个数字 我们当然是设定它是一个数目的形式 数目的形式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很多种 你就可以去找 举例来说我想要找这一个好了 这一个它这边是不是告诉你小数位数几位 所以这边你就直接点关掉 关掉就是变成零位 那这样子有一个缺点 它没有千分位符号 你就去找一个线程有千分位符号 例如说这个 所以呢 那这边就把小数位数给减减掉 例如说不要不要 就是二变到一 一变到零 这种方式会比较好 因为顺便就可以了解 哦我这边要三位一撇 有看到吗 三位一撇它是紧 逗号紧紧 你了解到这种层级 日后如果你有机会去学 例如说basic 这样子你会更加的能够充分运用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设定为这种形式 直接按确定 可以吗 好 我希望你们是这样子学会 所以主要是要将你格式以下的储存格里面的数字 透过现有的格式来去挑你喜欢的 那下面在选项这边我们再好好的去看一下 需不需要调整 调整好之后呢 我相信你应该很容易的做出这种样式 那这种样式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个紧 逗号紧紧 这就是三位一撇的意思 后面是放阿拉伯数字 而且是取整数位 好 请你们动手练习一下